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磁力怪兽安东拉突然出现了 他要来做什么呢? 不好了,他遣住了赛罗奥特曼 可恶的怪兽,竟然从背后偷袭我 看招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袭我 快去看看这只怪兽 怪兽突然变成了一个怪兽蛋 怪兽蛋上面有手还有脚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手和脚藏在了身体的两边 这个怪兽蛋中间还可以打开 原来怪兽的头藏在了肚子里面 这是怪兽的两个钳子 它头上还有可以发射磁力的武器 原来这是磁力怪兽安东拉被打败之后变成的怪兽蛋 赛罗奥特曼今天收获到一个怪兽蛋 好开心啊 怪兽蛋 怪兽蛋 又来做什么呢 不好了 猪爸爸 小心 大大怪兽把猪爸爸吓跑了 不好了 是狄焦特曼 又是你 大大怪兽 竟敢出来吓猪爸爸 看我的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出来吓人 诶 大大怪兽也变成了一个怪兽蛋 这个怪兽蛋身上有很多黑色的花纹 两边是怪兽的手 这只怪兽的手是黑色的 然后它的脚藏在了背后 这样子怪兽的脚也变形好了 哦 原来这是大大怪兽变成的怪兽蛋 它的头藏在了肚子里 大大怪兽被打败之后 会变成怪兽蛋呢 那你们知道 大大怪兽的技能是什么吗 迪迦特曼今天收获到大大的怪兽蛋 眼球怪兽将Q来到了糖果机这里 它要做什么呢 哦 原来它是来抢糖果吃的 嗯 好美味啊 糖果机的糖果都归我了 原来是眼球怪兽 偷吃了糖果机里面的糖果 哦 不好了 是捷刀它们 被发现了 可恶的偷糖果怪兽 看我的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偷糖果 哎 眼球怪兽将Q也变成了一个怪兽蛋 这里面不会是长只眼球怪兽吧 让我们一起变形来看一下 这里可以张开 张开之后出现了两只眼睛 这是什么部位呢 让我们继续来变形 这好像是将Q的两只手 背后的蛋壳还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出现了三只眼睛 这原来是将Q的两只脚 它的眼睛藏在哪里呢 哇哦 它的眼睛还可以翻转过来 原来将Q怪兽被打败之后 变成了一只怪兽蛋 太棒了 今天有收获到了一个怪兽蛋 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哦 原来里面是猫猫警长 它回到了房子里 这时候 一只怪兽出现了 原来是金骨桥机器人 它打算来破坏房子 幸好 这个时候 欧布奥特曼出现了 金骨桥怪兽 看我来保护大家 看招 欧布奥特曼一拳 就把怪兽打飞了 哎 金骨桥怪兽 也变成了一个怪兽蛋 它不会也藏在这里面吧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个蛋可以分成好多个零部件 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这里可以张开 张开之后应该是怪兽的脚 然后这是怪兽的身体 看 它们还可以连接到一起呢 然后这是金骨桥的头 还有手 原来金骨桥被打败之后 变成了一个怪兽蛋 太棒了 欧布奥特曼今天收获到的怪兽蛋 是金骨桥机器人 那你们知道金骨桥怪兽的必杀技是什么吗 今天的奥特曼怪兽蛋典型故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